哲哲現身了 不好意思 青春去突破自己 去找成自己夢想的一首歌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兄弟 我是薇薇 我是薇薇 歡迎來到觀眾收看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 光的MV街心 好 還沒有聽過這首歌的話 趕快去聽喔 我們的新單曲 光Light 已經上線啦 而且在各大平台都可以聽得到啦 大家有注意到嗎 是我們的新單曲 因為這一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哲哲現身了 不好意思 不是這個身 我說是你們的身 就是哥哥跟我一起唱歌啦 大家超晚的哲哲開支音口 終於我們一起錄製了新單曲 黃兄弟第六首的單曲 那有別於以往光呢 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 比較偏韓系一點的歌曲 然後這一次我參與了蠻大一部分的作詞 然後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像之前有透露給大家說 其實我有自己在寫自己的歌 但那些都還是往後的事情 是 這一次我就比較參與蠻大多數的詞的改編 我們一開始其實在選歌的地方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因為我們聽了大量的歌曲 唯一呢就是這一首 我一聽 我就說就是它 但是它一開始真的是韓文 接著呢我們就把它變成是中文 我們需要把它填中文詞 你有時候直接韓語 韓文翻譯成中文 會沒那麼順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自己的語意 然後我們就請了 做詞人 翻成它原本想 它們原本想要表達的中文意思 但是 還是覺得好像哪裡 不太符合我們兩個想要傳達 因為我一開始聽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首歌 我通常聽到歌 我腦中就有一些畫面存在 那些畫面就是我們 MV的內容 青春去突破自己去找成自己夢想的一首歌 還有一個正能量的感覺 光 你當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困難之後你就是要努力的過程之後 解決它 然後就變成自己最閃掉的樣子 那這首歌 我們的中文意思 其實我也是希望我們這方面發展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偶爾其實是一個 不太會跳舞的人 沒有學過 其實練舞也是這半年多 半年多啦 就是一個課程已經結束了 那其實我每次都講說 為了你要準備後面的事情 你絕對不是等到這件事發生 才去準備 而是你要提前準備 一年多前就在想說 我們應該準備要做什麼練舞了 那半年多前就幫他安排 老闆殺掉 你是預言家 這首歌就是拿出來實用 對耶因為我真的是從頭到頭 我也不會參加什麼的舞社 這一次真的算是 開始上練舞課 我真的一開始還是很矮油 就是一直看地板啊 然後沒有自信 不過因為我 就喜歡這種 嚴格的老師 這裕小師就是非常非常嚴格 每次都 為了A 再看前面 不要低頭 有沒有很像 有沒有很像 對但是 玉琦老師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然後哥哥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那哥哥他有時候就是 他自己在旁邊很心情的練舞的時候 沒有啊我覺得我練到 我已經有點累了你知道嗎 他就會帶著我一起練 可能說已經教完A跟B 但我還在A 那哥哥他也是會很耐心的 陪著我一直一直重複的練A 這件事情 跳了幾百次還在動一段 因為我的肢體本來就沒有那麼好 但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 就是我在返校日3的時候 我覺得在台上的整個 整個整體的律動都是有差的 然後也是想要挑戰在這支MV裡面 加入一點舞蹈的感覺 我覺得是大家一開始應該有一樣 大家都一開始 要慢慢進步 相信大家在這支MV當中 可以除了可以看到蛇蛇 然後互動 一年前也開始著手要練習唱歌 來老師 這一次進錄音室的感覺 因為一開始聽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會有點小小的不習慣 我懂耶 因為像我之前也是有錄音的經驗過 只是說不像我也可能錄那麼長的時間 比較開心的地方是 因為可能經過半年多的學習 對於什麼拍子啊或什麼節奏 都有進步了一些 比較難的地方我覺得是那個態度 我覺得Rap是那個態度 因為老師就說他覺得我的那個低音跟那個 他有點耍狠啊 口氣 口氣都有到 更衝一點再把那個態度更抓出來 對 我覺得這一次你的聲音有 那時候我在錄音室聽的時候 我有嚇到 就是像泰郎啊 認證你的笑 我發的光 好 再來題 這一次聽說是你們有史以來拍攝 最辛苦的一次MV 我覺得每一次辛苦點都不太一樣 沒有耶我覺得這一次沒有到最辛苦耶 應該是說大樂天 然後大家穿 大家都是那個多層次 再加上妝髮 又要跳舞 我跟你們說那天至少我們在太陽底下 那個提感度至少40度 我跳舞的時候是穿冬季的 長袖帽T加長褲 這不僅僅是你 因為我們需要在後面大家都要來拍 然後我也是穿很熱 然後那個不透氣也是冬天的 真的 喔 喔 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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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很大的時候你眼睛你還不可以這樣瞇 你要使命的盯著那個陽光看 光條雷段我們大概拍了幾十次吧 然後每一次都 喔 耶 耶 喔 喔 哇 謝謝你們 我們要一直 我們要在後面一直想 我們要幹嘛 你要說這次的辛苦的點 我覺得就是剛剛哥哥講的熱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兩天下來 總共睡覺的時數 我相信整個劇組人員 大家都睡不到六個小時 大概四五個小時 兩天加起來喔 就是90%的自然光 太陽 然後而且我們是很幸運 本來那幾天有逃光 對 我們原本還要改齊了 改齊這真的麻煩 然後其他地方有在下雨 但我們那邊就沒下雨 受神的眷顧 還是受黃豆們的眷顧 這次的劇情之中 有一段是哲哲開車 然後然後就把車子給開壞了 有點像是要把他意識到的是 在這段過程當中突然有困難 但他其實困難不只這一段喔 除了車開壞 還有就是一開始其實騙人 沒有人 對 我們冰淇淋賣不出去 對 我要做到的就是那個 瞬間要 你在外面拍前你要有這種 蹬的感覺 很可怕 你們不要看那個車子感 這樣蹬一下而已 我們不是自己演出來往前 對 騎踩煞車 那台車是手拍 手拍 然後就比較困難一點 起步跟那個 擋跟擋之間 講得太深了 反正擋跟擋之間沒打好 就會熄火 你看那邊重拍 因為那邊只有鄉間 一條小路 你真的開的時候 我們會Being lucky 對 我們會滾到那個田裡 我們的道路跟我們的車寬 基本上 旁邊可以再沾兩個人保安 對 差不多這樣 還有就是過程中 冰淇淋一直融化 保冰箱 然後寧保冷劑 然後那個保冰箱 有個插電 然後拿出來馬上就瞬間 就要融化了 我告訴你天氣真的太熱了 不是說我們一直N 我覺得我們真的算蠻快速的 我們很多都是one type 就結束 但是它要從不同角度 嗯 那裡面有一些小彩蛋 像是那個 冰淇淋車上面貼的 就是一些文革的發行日 然後還有那個 蜂鳥所代表的含義 其實它蜂鳥一開始就在我們車上 對 那它就是在那邊旋轉 開到我們車子壞掉 然後一開始的冰淇淋賣不出去 到最後的車子修好 我們又上路去賣冰 然後蜂鳥破湧而出 其實蜂鳥就是 破湧而出 飛出車窗 飛出車窗 然後就是展翅高飛 那隻蜂鳥還是特別 我們特別去訂座 對 那隻是特別訂座的 對 那關於彩蛋的部分 我這邊可以稍微補充一些 像是冰淇淋口味啊 然後 大陸救援的手機號碼 冰淇淋車子板上面的紙條 還有那個 BAR的板子上面 營業時間的部分 沒錯 那不只這些 還有其他彩蛋 那大家也可以去自己挖掘 對啊可以去留言 你看有些彩蛋不要全講 你自己去留言 哪有什麼含義啊 哪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地方 嗯 如果有人留 我會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你們就等他們看細看 你們就看著我 就對了 但我自己有注重一個地方 你看著我 然後如果你有發現那個彩蛋的話 你很厲害 其實我也有 你有你的彩蛋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抓 好 死丁的我們兩個 你真的要多看其實 因為有些地方是我自己在 整片 整片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原來 我原來做的地方更細微 期待 大家除了我們剛剛以上的東西之外 大家來開始留言找出 你認為的彩蛋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有些觀眾會 補充他認為的涵義跟彩蛋 其實這首歌 我為什麼會想要把它寫成這個意境 其實就是要 送給我們的觀眾們 跟我們自己 嗯 我會在這裡 陪著你 穿越世界飛行 真的是 人生每個階段 都有它的 自己要面臨的難關 沒錯 不管是學生自己或上班 但我要講一句話 我們不會留在這裡等你 但我們會陪著你們一起前進 有沒有 這句話他們會讚 要上桌 這首歌就是送給大家啦 好那還是希望呢 大家喜歡我們這首光賴 總之大家喜歡的就是 從不聽從不聽 多聽 對 然後多多分享這一支MV 相信心情不好的聽奏 我一定會很開心 我看的這個MV 真的心情很好 是真的很棒 好那我會想到 記得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喔 還要記得聽歌 那也可以跟我們的Facebook跟IG Facebook跟IG 追蹤囉 歡迎光臨 下次見 掰掰 我會在這裡 陪著你 穿越時間飛行 所有的過去 都變成默契 一點一滴 說好不放棄 未來更好的你 Baby you Baby you 想和你一起走 喔